大家好,今天我又介紹一下我的韓國印印甲 是在一個店舖賣的 為什麼不喜歡呢? 我是看它的媒體看得不錯,印得很漂亮,有很多花紋 有很多花紋,可以選擇花紋,然後在這裡刮 把這些指甲塗進去刮 然後用這個步驟印在自己的指甲上 花紋就會落在這裡 我有機會再去下紙箱給大家看 我這裡賣了大概400元左右 為什麼這麼貴呢? 其實最貴的是我的版本 版本也有牌子用,我又不停選擇 不同花,不同花,不同花,不同花 我這裡賣了...這一款版本我買了18塊 這一款原版本我買了10塊 三百多元的版本 這裡還有指甲油 一定要用它這款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用這款的 因為這款指甲油比較濃,比較稠 才可以印到一些花在這個步驟的位置 如果用其他是印不到的 我買了一支透明 我印到後 一定要用它的透明色才不會化 我都試過在它那邊,它也試過給我看 是用其他品牌的會化 用這品牌的就不會化 還有一支蠻紅色 還有一支很深的紅色 還有一支很深的紅色 好像黑色的,但也是啡啡紅紅的 這支是紅色 白色因為是大路 所以我買多一支白色 這裡就是這麼多 我這裡也買了四百多元 人們說為什麼不買那些一套 那些一套我又覺得太大組了 拿去街不方便 或者在家裡都這麼大組出來 很誇張 這些小小組可以選擇 那些可以用來不使用 那些很大組的 那些很大組的 那些都很貴的 那組的也很不便宜 那些都可以選擇 那些都沒有的 那些都沒有的 整組的都那麼多 那我今天介紹的是韓國 印印甲 對了,有什麼問題就問我吧 拜拜